57歲的洪潮峰證實幻想舌癌 他今天在廣華醫院外接受訪問 洪潮峰氣息很好 精神都不錯 聲音也未見生牙 現在醫生確診有沒有說到 那個細胞大概在身體的哪個部份 現在就這樣表面看就是在舌底 然後舌底黏著牙肉那部份 還有我舌免都是受到感染的 我剛才說舌底和牙肉那部份 它是有一些黃色的膿 知不知道成因嗎 其實不知道的 醫生就這樣說就是一個細胞病變 剛剛我看了一個中醫 那個ECA就說是和我的遺傳有關的 應該是那個 不一定是遺傳 但是和我遺傳的DNA是有關的 那個因子有關的 那我就跟他說 那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自己的家 我爸爸就是這個叫做 鼻咽癌 他是鼻咽癌感染的 然後後來做完手術之後 三年之後就是肺癌 那這位醫師都跟我說 如果家人是有癌病的話 我們會患上癌病的機會 就比很多人為大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狀態挺好的 我現在是相當開心的 那個開心主要是來自 我發覺這個病是一個 雖然對於很多人來說 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是 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都正正因為這個病 它變成了一個祝福 是因為有很多人 我身邊的人很關心我 很愛惜我 很愛我 包括我的親人 包括我的學生 包括我的好朋友 包括我的朋友 你自己對 有沒有信心打贏的場仗 我有的 我覺得 雖然我不是教徒 但是那些教徒告訴我 就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人 是開心心的 其實本身已經是一個 好的藥物來的 這樣 我都相信這個是這樣的說法 因為如果你經常都 愁眉苦臉 又不開心 我懷疑至少這樣 不會對病 是有一些好的幫助